現在國民黨立法委員蔣萬安 在立院當中強力的監督 一強力的監督 當然就會被對手視為 是頭號敵人 所以因為一看到他怎麼樣 好像停頓了一下 是不是又搭不出來 馬上就被笑了 我們來看看這一段 那是我兩週前我到屏東 我去看了豬農 我實際去看 他們跟我反映 他們很擔心 他們的養豬產業受到衝擊 你看哪一家 所以 你看哪一家 他們叫我不能說 你就是這樣 他們怕被查水表 委員 你這就是不懂 屏東的豬農我非常熟 我都在臉書上公布了我的影片 我非常熟 所以陳朱委 屏東豬農都支持我們 現在豬農配偶 好 你看到蔣萬安 他其實就是問說 兩週前我去屏東看了豬農 跟我反映 很擔心養豬產業受到衝擊 結果院長就說 你看哪一家 當然不能說 怕會被查水表 綠委就以為他不敢說 哄堂大賞 還是覺得說他是金銅 他不會去看嗎 結果沒想到馬上 很多側意就開始 3Q哥怎麼說 我就說 來 你有沒有去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真的有去 然後就PO了這裝可愛的照片 另外趙天理也是說 把這對話還原之後 結果又講說難怪 國民黨不敢站上質詢台 金銅再次不堪一擊 現在不就是說 他馬上PO出來 他其實真的有去看的照片 就是擔心被查水表 來 佩玉你怎麼看 佳玉你剛剛說 丁一鳴之前毀牛救豬 現在蘇貞昌院長是毀豬救豬 其實我很好奇 他到底是中華民國的行政院院長 還是美國商會的代表 你窮盡一切的 想要讓韓來劑的美豬進口 但是你不惜毀滅 我們台灣的任何產業 從牛肉麵回到現在這個 已經有20幾年出口 非常良好生育的信工 我覺得蘇貞昌這個言行 其實就四個字 不要講太多 就厚言無恥 厚言是為什麼厚言 已經講了多少次 行政官員在備詢的時候 應該是很誠懇的回答問題 一而再 再而三反質詢 這是態度上的傲慢 這是他厚言 還有另外一個厚言的點是 你一個行政院長 已經做了這麼多年的官 你在備詢的時候 還需要你同黨的委員 在下面幫你做罐頭音效 下一次要不要 你講什麼質詢內容 要不要你發言的時候 還幫你掌聲鼓勵 這個簡直莫名其妙 其實我也很納悶 為什麼國會的生態 會變成這樣 坦白說台北市議會 大概不太 我目前為止沒有看過這種 一個黨在質詢的時候 然後同黨的人在下面 發出罐頭音效 這個助政助威 如果你講的有道理 不需要這些環境營燒 民眾自己會拍手 沒有錯 這是他厚言的地方 那無恥的地方是什麼 從頭到尾信公 並沒有說要支持他的政策 剛剛亮哥講的 其實我不太同意 因為如果假設蘇院長 當時沒有這個意思 昨天有很多的新聞 都把他做了這樣的解讀 你行政院有沒有出來 跟大家講 不是 院長在講的意思 不是這樣子 他只是講 他支持我們整體的政策 沒有單獨針對萊豬這件事 你行政院有沒有出來說明 沒有 你被信公打了一掌之後 你現在要跟我講說 不是 我昨天不是這個意思 這是不要臉 對不起 我文雅一點 叫我無恥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加工肉品是熟肉品 基本上他從1988年 就拿到日本的 農林水全省的這個認可 可以出口 這跟你農委會管不管口提議 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 可是沒有辦法 做生意名不與官鬥 所以你要來蹭我 你要來剪菜 要來跟我合影 我也不敢說不 所以我也把貨櫃打開了 我要封箱外銷 我把貨櫃打開 你來 我也很禮貌的 跟你一起拍照 誰知道跟你拍完照之後 你還要拿我這個照片去說 我是支持你 支持什麼 你又不講清楚 你想拉我下水嗎 所以剛剛我們看到那一張 跟業者的合照 那三個官員 其實都是在沾業者的光 沒有錯 他們就是在蹭信工 這個蹭非同小可 不是我們現在在國內 可能藍綠工房而已 這個問題不是只有這個層次 你把它想得廣泛一點 第一個問題是 你一個行政院長 你憑什麼在這個國會殿堂上 點出一個業者的政治立場 你憑什麼做這樣的事情 你大大方方在全國的民眾面前 你講出他的隱私 政治傾向也是一個人的隱私 你憑什麼講出信工 是支持國民黨這件事 如果再講得更嚴重一點 你今天把信工解釋成 支持萊豬政策 你有沒有想過 你會傷害他外銷日本 還有其他國家訂單的信譽 這個錢你賠得起嗎 他每一年從1988年 外銷的金額是數十億元 我相信不是蘇貞昌 或是一個行政院可以承擔得起 今天信工 我覺得他受了這個委屈之後 我猜他應該也掙扎了很久 到底要不要出來發聲明 因為你去看這個時間點 兩點多這個事情爆發之後 一直到晚上很晚的時候 聲明才出來 我相信這個民不與官鬥 這件事情他們是了解的 特別前幾天 這個鍾正義分局長的女兒都說了 連小朋友都知道要政治正確 不能跟當今聖上對著幹 信工不會不知道 但是要他寫出這個聲明 他必須要 除了要保護他的客人之外 對他來講 這是天上掉下來不白之冤 我把我的光環跟執政黨分享 我良善的跟你分享 我外銷的信譽 結果你給我倒打一耙 這個到底官逼民反 要做到什麼程度 為了萊劑美豬開放 值得做成這樣子嗎 然後佩君剛剛你講 這個現在 我們剛剛看到前面那一張照片 那個大合照 11月19號拍的 那天風貴儀式 11月19號 記住 他們在幹嘛 官員在那裡蹭 優良的台灣廠商 結果同一天 立法委員蔣萬安在做什麼 我們看一下 他PO了是這個 去茶場的畫面 還好他有拍影片 真的 才能夠還原真相 他真的有去茶場 而不是所謂的 驚童不堪一擊 對 你看 11月19號那天他PO的 下午3點多PO的 其實PO那個 不是為了今天 不是 因為被人家講 你是不是可能根本沒有去 他其實那時候是為了什麼 鼓勵大家出來參加 1122的反萊豬護食安的 大遊行活動 所以他告訴大家說 我最近有難下去了解豬農們的心聲 可是你知道 他多麼的為豬農著想 他怕豬農 被查水表 因為豬農有擔心 馬賽克就來處理了 然後你看 他也有真的去查 還穿上了防護衣 這的確真的有去 穿上防護衣 家緣你剛剛給我們看的是3Q哥 3Q哥 3Q哥 其實還有另外一張照片 他另外一張還有一些豬什麼的 他的側臉 然後有豬 那時候他 我看到沒有穿防護衣 有在裝可愛 沒有防護衣 好啦 就是可能3Q哥 你要再多想一下 去查廠的時候 還是穿上防護衣 這樣的話對於 比較正確示範一點 對 好 但是我們看到這邊 真的這個差別在這裡 今天真的都難道 包括立委 包括這個廠商自己都知道 要拍影片 然後當作是一個自保的證據嗎 你不覺得很可笑嗎 孟凱你也在這個立院現場 他們到底在笑什麼 我再還原一下 今天你看蔣萬安的那個臉書 他那不是我們節目效果 不是我們節目去做馬賽克 不是我們馬的 蔣萬安他的那個影片上面 而且那影片 我昨天也有特別看了一下 差不多3 4分鐘的影片 真的 他從進去看整個流程 動線以及養豬的環境狀況 還有最後坐下來跟豬農 一起來做座談 聽他們的心聲 而且全程真的就是把豬農 給馬賽克馬掉 我其實可以理解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屏東地方政府民進黨籍 中央政府民進黨籍 你真的有沒有前程之見 絕對有 會覺得是說 之前這個皇家牛肉麵 他出來打個臉 發了聲明說 我們這邊不使用 萊克多班的牛肉之後 怎麼過不了多久的時間 馬上有專業的檢舉達人 就出來了 馬上有專業的人士 就給地方政府 讓地方政府不得不 因為收到這個檢舉 而去查相關的一個部分 所以屏東的這些業者 一定也都會擔心 所以他的講是說 歡迎講外面來看 來關心 來了解 但是他們可能真的不方便 來透露 剛剛在講到 昨天的那個狀況就說了 我們其實通常總質詢 我想現場我們有兩位 立院的前輩 其實以往總質詢 就每個委員 113個委員 每個人有半個小時 民進黨他們這一次 全部改成15分鐘 而且這一次民進黨的委員 全部改書面 他連質詢都不質詢了 少數委員有質詢 大多數民進黨的委員 全部改書面 改書面什麼意思 就是放水 就是你一個會期 有一次可以質詢行政院長 你每個委員會 質詢各部長的時候 部長沒辦法解答 沒辦法處理 沒辦法答覆的問題 你用你的30分鐘或15分鐘 你來要求行政院長做 但是他們連這樣都不要 就是自我放棄就放水 就是用書面質詢 孟凱 那他書面是這樣 一張A4紙嗎 書面就每一個委員自己提 他就直接提給這個 行政部門 行政部門再回覆給他們辦公室 但我講的是說 即使提了書面之後 昨天的現場是有 超過八成左右的 民進黨的委員 就坐在議場裡面 有媒體有拍到 有些委員在看平板 在看電影 看這些 他在看美劇 美劇 我們在練音廳對不對 他說他在練音廳 在練音廳 剩下的有些委員在吃東西 在聊天 在幹嘛 那就是看戲 就是當行政院長 或是說我們委員 有在質詢的時候 他們做一些罐頭的印象 他們在叫囂 在叫喝 所以我就講是說 上個禮拜五 他們是守護隊 這個禮拜二 他們變成是啦啦隊 我不知道到之後 總質詢 難道每一次 他們都要全員大動作 坐在台上 坐在台下當觀眾 這樣子來吆喝 這樣來覆喝 這樣來 這個為蘇貞昌助陣嗎 我覺得這樣子 真的是違反 而且也是愧對 我們民意代表的天責 是啊 剛剛 當然 那帝 有